大家好,我杨风 今天9月16日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于14日通过了2022台湾政策法 整个法案总计有107页 在外交委员会的讨论 大约只花了两个小时 最后投票的时候 以17票同意,5票反对通过 不过,这只是在外交委员会的程序而已 还需要经过参众两院的通过 估计,美国方面会赶在明年1月 本届国会期满之前 经过参众两院各自的审议通过 再送到拜登手中签署生效 这是大致的时间点 由于现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 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从现在开始 中美两国之间会围绕着这个法案 出现不少的攻防 这个法案的通过衍生了许多的问题 对中美台三方都会造成巨大影响 我们先看法案的一些具体内容 台湾政策法107页的内容 大家关心的篇章大致上是 一,美国对台称赞 二,美台加强防务伙伴关系的实施 三,反击中国的侵略和影响 四,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五,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发展和经济合作 六,维护两岸稳定的制裁措施 整个法案的重点 是在外交与军事等领域 提升美国和台湾的实质关系 其中,有关军事方面有75页 篇幅占了三分之二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真正的重点是军事方面 也就是说 美国要强力武装台湾 对抗大陆 或者说 美国要大卖军火给台湾 然而 说是要卖军火 不仅仅是要这样 美国在背后有着更大的战略图谋 这个图谋就是 要更好的对付中国大陆 不管是经由什么途径 都要想方设法的对付中国 压制中国力量的增长 台湾政策法 可以说是之前的台湾关系法的加强版 然而又比台湾关系法强化了许多 主要的原因是 法案将台湾指定为主要非北约盟友 不过通过后的版本修改了 主要非北约盟友的条文 改为在军备转移上 以主要非北约盟友的同等方式 对待台湾 也就是 台湾还不是主要非北约盟友 但是可以享有同等待遇 主要非北约盟友 可以获得额外的军事和金融援助 非北约盟友 可以享有北约成员 武器输出控制法案的豁免权 不受武器输出控制的限制 这就为台湾打开了军售的大门 当然 此举就严重违反了 中美两国在198年8月17号 所签订的817公报 美国在这项公报中承诺 一 向台湾出售的武器 在性能和数量上 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 近几年供应的水平 二 准备逐年减少 对台湾的武器出售 三 经过一段时间 最终得到解决 当然 40年来 美国几乎没有遵守过这项承诺 这其中比较大的军售 是1992年2月 老布希政府销售了150架的 F16A-B型战机给台湾 后来又有爱国者飞弹 这几年 美国也开始改变态度 开始销售进攻性武器 或是射程较远的反舰导弹给台湾 这一次为台湾政策法立法 更是打开了大门 等于是要彻底武装台湾 而八一七公报 等于是实质上废弃了 美国之所以这么做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借鉴了乌克兰的经验 几个月前 当我们在评论俄乌战争的时候 我们曾经说 美国没有诚意 美国如果真的有诚意 应该是在俄乌战争之前 就大量军援乌克兰 而不是到现在才开始援助乌克兰 俄乌战争爆发之前的两三年 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也只有约一亿美元 这个数字 可以说是背水车薪 没有什么作用 另一方面 跟乌克兰相比 台湾政府有钱 可以向美国大量采购武器 美国的军火工业 可以大发奇才 所以 美国的目的就很明显了 武装台湾 然后跟乌克兰的情形一样 拱火台海 让两岸火拼 现在要观察的是 美国会不会卖进攻型武器给台湾 锁定大陆东南沿海地带 破坏东南沿海的经济与工业 不过 法案有那么一条 美国将在四年内 为台北提供45亿美元的国防费用 呼吁美国作为台湾人民的合法代表 与台湾民选政府接触 并确认美国总统有权对中国官员 与金融机构实施制裁 这45亿美元 按照修订后的版本 是无偿的军事援助 并且在第五年 会再提供20亿美元的援助 这里的时间表是四年内 提供台湾45亿美元的援助 四年之后就是2026年 这个时间点 就跟之前美国军方所预测的 大陆对台动武的时机很接近 之前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马克米利上将预测 大陆会在2027年前收台 看来美国实在等不及了 想要快速的武装台湾 好让台湾有能力对付中国 上个月8月2日 美国众议院议长 普罗西访问台北 8月4日 解放军在台海举行封岛演习 当时我们说 如果北京在起后 又出台了更多的对台政策 那就表示 北京将启动对台统一的进程 8月10日 北京公布了台湾问题 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 这就确定了对台统一进入了时间表 北京可能启动了对台统一的进程 美国应该也是清楚的 加上之前美国军方米利上将 有关大陆2027年对台统一时间点的预测 都表明了 美国知悉未来几年 大陆对台统一的可能性 那么 赶在大陆出手之前 武装台湾 就成为美方重要的战略考虑 那就是 美方明知大陆要对台统一 想要阻挡 也未必阻挡得住 何不如趁着还有几年的时间 对台武装 造成大陆统一的困难 最好是大陆因而陷入台海的局势 跟乌克兰局势一样 消耗大陆的资源与国力 让大陆困在台海 这就是我们在今年1月 俄乌战争开打之前的论点 中美俄博弈的死结 西乌克兰 东台湾 谁是大赢家 看来美方无论如何都要使出台湾牌 用完台湾牌 不会在耗尽台湾牌之前 就放弃了 这个法案在几个月之后 获得参众两院的支持 拜登签署成为正式法案的可能性很大 也就是说 从现在到正式成为法案 最多只有些微的修正 美国要通过法案的大方向 不会改变 那么 北京该如何 会如何来看待 这才是需要关心 需要探讨的地方 第一 就算法案最后通过 还要看美方执行的成效 美国一切对外政策 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这才是最真实的 法案通过之后 美国会如何销售军火给台湾呢? 销售什么样的武器? 销售多少? 总统会不会买账? 都是个议题 举个例子 2002年9月 美国通过2003财年 外交授权法案的时候 依据法案第1206节 台湾涉及国防品项 与国防劳务的待遇 可以比照美国 主要非北约盟友的待遇 后来 小布希总统也照办了 那么这一次 又是救世重提 重新包装一下 刻意地刺激北京 所以 法案通过之后 不论是美国对台武器销售的值 与量 都不确定 就连45亿美元的援助 也在未定之数 但是 中美对峙之下 中方的回应措施 不能够依赖这种不确定性 否则 就是自欺欺人 刚刚说的 美方最后修订的版本 把主要非北约盟友的条文 改为在军备转移上的同等待遇 根据BBC的说法 修改的目的 是为了要避免触怒北京 这个就有意思了 看起来 好像是中方的压力太大了 美方因而让步 给北京面子 这就是外交辞令的说法 明明已经刻意地触怒北京 还表现得一副无辜 又宽容的样子 其实 真正的潜台词就是 我就是要通过 你看着办吧 看你能怎么样 因此 所以说这项法案 正要执行起来 还是一个变数 但是 这也只是 中方可以考虑 反击力度的大小 却不是 中方是否要反击的 大方向因素 反击与反制是必然的 那么 如何反制呢? 这是第二点 上一次我们提到 可以参考八月份的 封岛演习 这是一个有力的参考基础 比如说 可以再次进行封岛演习 而且演习的天数可以加长 加长天数的目的是 可以借此影响台湾的经济 9月13日的时候 我们说 如果台积电对美国芯片的出口 因为解放军演习受到影响 就等于是 把对台经济的影响传导到美国 重点是 封岛演习是一个基础 在上个月执行的时候 是一个示范的作用 未来 随时可以进行封岛演习 至于天数与范围 都可以灵活改变 好比说 基于不影响两岸人民的交流 只限定某个方向的海空域 飞行与航行 两岸之间的航线不受影响 这个方式是什么呢? 这是经济贸易的定向武器 专门针对美日 既然美国可以在国内立法 把管辖权到了台海 中方伸张主权也不为过 自然可以在某个时机 限定台海经济活动的方向 第三点 台湾政策法通过之后 不仅仅是军售方面 美国还可能会涉及 甚至于是接管台湾的军事事务 几凡军事训练 作战指导 军事制度 预算的编列与使用等 等于是在军事概念上 接管台湾 这完全伤害了中国对台主权 刚刚说了 美方是借鉴了乌克兰的经验 觉得派遣训练员 训练乌克兰的士兵 派遣教官 指导军队作战与训练 都还不够 需要更进步的 转化台湾军队的性质 需要更多的时间 训练台湾的士兵 如何对抗解放军 如果法案通过之后 拜登政府没有认真执行 也就罢了 一旦认真执行 势必会走向类似的地步 因此 北京可以适度考虑 直接制裁美方 比如说制裁那两位带头的参议员 然后说 因为担心避免触怒华盛顿 所以只有制裁两名 或是那十七名投赞成票的参议员 否则会制裁更多的参议员 第四 既然美方可以武装台湾 北京也可以考虑对一些国家军售 比如说 伊朗 北韩 俄罗斯等 只不过 对这些国家军售 会涉及到敏感的国际地缘政治问题 像北韩军售 会惹怒南韩 如果南韩并没有一面倒的 倒向美国 未必要走这一步 对伊朗军售 也会涉及到以色列 沙特阿拉伯等国家 向俄罗斯出售武器 会惹怒欧洲 这些都要考虑 但是,另一方面 北京也不能够一味的挨打 必须要适时的反击 这些都是筹码 既然美方不考虑中国的利益 中方也需要把这些筹码拿出来 当然,需要找出一个平衡点 最后,我们要谈一个 对局势的掌控以及代价的问题 不管是反制还是反击 北京的考量点应该是 能否掌控台海局势 如果可以掌控台海的局势 就不需要跟美国彻底摊牌 可以按照自己的步骤 选择自己的方式 反制就可能会摊牌动物 这是我们的推论 北京在采取任何反制措施之前 会首先做的考虑 另外一个是代价 很显然的 美方一再的切香肠 碰触中国底线 按照美西方的思维模式 这种方式会一直持续下去 如果没有感受到疼痛 也就是代价 是不会停止的 所以,这不是愤怒的问题 而是代价的问题 要让对方感到疼痛 付出代价才行 那么,不管是对美 还是对台的制裁 反制就是要在代价上考虑 今年冬天 欧洲马上就要在代价上见真章 这几天 有许多反华的 也包括了1450 跑来我们的频道留言 他们的说法是 欧洲国家肯定已经准备好了 有足够的天然气来应对 我们再重申一次 不是欧洲国家在冬天的时候 天然气够不够用的问题 还有通货膨胀的问题 只要开吐了新的天然气进口来源 再加上 限制使用的措施 也就是节省一点 可能勉强够 但是价格高昂 这个冬天怎么过呢? 对于那些欧洲国家的低收入户 将会是一个难题 同时也影响了电力的价格 以及工业用电 影响经济 对台湾来说 也是如此 很多人会说 台湾的经济仍然是增长的 如果把台积电的业绩去掉 再重新计算一下 台湾的经济还是增长的吗? 或是说低增长 只要去查看一下 除了台积电以外的各行业 有多少的企业是增长的 有多少是惨淡经营的 当民进党政府越走越远的时候 大陆对台经济的紧缩 也会越来越紧 我们做一个结论 我们谈到了大陆反制的几个可能性 也包括了对美对台的制裁 估计北京的反制措施 会根据到时候的状况 当然 美方可能也会耍一招 推说这是国会的决定 拜登在国内反中的期许下 不得不签署法案 这种招数都玩过了 佩洛西访台不就是这么说的吗? 至于大陆对台统一的进程 有可能会再往前提步 今年的中美关系算是完完了 10月中旬的G20国峰会 也不会有什么习拜会了 或是说没有什么好期待的 未来 当全球经济面临危机的时候 也不用期待什么经济合作 因为大家都处于对抗中 这几年 全球已经从和平发展 走向了对抗 既然要对抗 那就是准战争 或是超限战 也等同于战争 看不出来 短期之内有和解的迹象 那么 全球许多国家的人民 就准备紧缩腰带 预备比较艰苦的日子的到来 或是系上安全带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这里是风云天下杨风时评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